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 我是许端应 但已经关心淡水及北海岸的重要消息 上个星期淡水主委派出所 有一名年轻女子出门赶着上班 到了捷运站才发现自己忘了带皮包 一脸尴尬的进到派出所向远景借钱 而当时值班远景大方的自掏腰包 让她顺利赶上捷运 没想到隔天正妹既然送上一包饼干 以及亲自手写的小卡片 也让远景感到相当窝心 派出所监视器里值班台 久近一名长相清秀的正妹 一点尴尬的跟值班远景交涉 原来是因为赶着上班又忘了带皮包 如果回家拿很可能就会迟到 只好硬着头皮进派出所来借钱 而换作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要求 可能会以为她是诈骗集团 不过主委所的远景赖鼎智 想都没想直接质涛腰包帮女子解围 然后我这样大概查了一下 发现说到市政府那边 其实要50块以上这样 50到55的捷运费 然后当下我就二话不说 我就立刻就自掏腰包 拿那55块给小姐 远景赖鼎智表示 当时女子走进派出所 表明因为上班快迟到了 忘记带皮包怕会被扣全请奖金 因此想要借40块搭捷运到台北市政府上班 她当时二话不说直接自掏腰包给了她55块 刚好买一张单程票的费用 当下我就没有想到她还的那个意思 也没有想要去追究那笔钱 然后后来隔天早上 没想到她那个竟然来派出所 然后拿了 就是送了一包那个 巧克力饼干跟那个 一张那个卡片 感谢卡片 远景赖鼎智识后 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没想到隔天上午女子再度走进派出所 并且跟值班远景说要感谢借她车支的警员 随即地上55元车支 跟一包个饼干还有卡片 要受理远景一头雾水 后来拍照上传所内群组 才将这段助人的故事曝光 而这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卡片 但对于第一线的基层远景来说 可是给他们莫大的鼓励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不到